文化部公布 第四十三届行政院文化奖 得奖名单 彰化文学家林亨泰 获得殊荣 县长王会每十五日 前往颁发表洋状 有夫人黄启云女士 带为授奖 向林老师表达最高敬意 那包括这个五三年文学奖 还有很多的新诗奖 等等的在艺文界上面的奖 可以说老师得奖真的是武术 那同时他也是我们 黄熙的最佳贡献奖第一个 那也时常担任这一些评选 他不只是一个创作者 同时他也是个评论家 这是非常的不容易 他比较特别的就是 他是从日治时期 接受日本教育 然后跨到战后 那所以他的这个诗风 他主要是这个现代诗 他的这个诗的风格 就是跨越非常多 不同的风格 从写实主义 然后到现代主义 然后他也非常的关怀 这个乡土 那所以他的很多的 这个筷制人口的诗作 像是这个风景 防风陵的外边 还有防风陵的外边 这个其实描写的都是在 彰化这个地区的这个风景 那身体的精神意识 写出来的在三次元 那就是希望林亨泰他的诗 加上你这个灵观的灵魂 能够贡献给社会 林亨泰老师 出生于彰化县北斗镇 是跨越语言的一代诗人 长期对于台湾文学 努力不遗余力 包括阅读推广 诗歌朗诵 诗文创作等 他的作品运用许多前卫 奇特的语言文字技巧 诗的风格从写实主义 到现代主义 同时也关怀彰化乡土 创作以现代诗及论述为主 诗灵超过一夹子 对文学的发展 推行与研究探讨 是台湾文学史上重要的资产 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导